新加坡政府计划废除将男同性间的性行为视为犯罪的刑法条文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发表演说的时候说 虽然民众对于同性恋没有意志的看法 但多数人都同意个人性取向这是私事 目前新加坡刑法条文规定男男性行为属于犯罪行为 一旦罪名成立可以判处最长两年的刑期 不当地民众已经不太支持这项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法律 另外来看到是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有一辆货车还有一辆小型的巴士相撞造成至少16人丧命 另外有三个人是紧急的送医治疗 当地主管单位透过声明表示 初步资料显示重型货车的驾驶没有及时减速 因此撞上了一辆正在排队等候前进的小型巴士 导致小型巴士被两辆大货车给完全碾压 而货车驾驶也是罹难者之一 对于这起重大交通事故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已经展开了刑事调查 日本东京在周六晚上惊喘随机砍人案件 嫌犯是年仅15岁的国中少女 而一名53岁的母亲还有19岁的女儿 在案发当时是在澀谷区来逛街 没想到突然遭到人在后方持刀猛砍 两个人重伤送医 案发之后凶闲当场是被医 杀人未遂罪的身份来逮捕 而她呢是来自齐域县户的15岁国中女生 少女先向警方说自己想要被判死刑 跟被害者是无冤无仇的 但最后她又向警方坦诚 其实想杀了母亲和弟弟 随机砍人只是当成练习 国际焦点日本独卖新闻在昨天报导 日本官方人士透露了 日本考虑要来引进超过千枚的远程巡弋飞弹 那么部署呢要在日本的西南诸岛 一直到九州一带 报导就说了 这是为了因应台湾有势 并且减少跟中国大陆之间的飞弹实力差距 共同社则日报导 日方试算之后要来加强对中国大陆的压制 至少要千枚的飞弹 而日本政府打算将陆上自卫队的配备的国产 12式地队剑右导弹的射程 从目前的100多公里延伸到1000公里左右 距离呢就可以直接远远的对准了 北韩还有中国大陆的沿岸地区 同时陆射改良型飞弹的步数 将会比原定计划提早两年的时间 最快在2024年就会步数完成 将来也会运用在对地的攻击 那么今年底他们也将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等的文件 预计将自主的主张提出基于自卫 必须要拥有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等等的反击能力 那么这个改良型飞弹呢将会是反击能力的核心 那么根据日本电视台的报导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昨天上午接受了PCR的检测 发现确诊了新冠肺炎 那么岸田文雄他的症状是非常轻微的 只有稍微的发烧跟咳嗽 目前人在首相官邸当中的私宅休养 岸田文雄就表示了他从20号晚上开始出现了轻微的发烧 还有咳嗽 结果昨天上午PCR检测之后 在下午4点检测结果为阳性 其实他才刚刚接受了第四季的疫苗注射 8月16号则是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休假 跟他的夫人玉子等家人呢一起打高尔夫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确诊新冠肺炎之际 每日新闻还有社会调查研究中心 公布了21号跟21号的民调结果 显示了岸田内阁支持度暴跌到36% 创下去年10月上任以来的新低 而且呢这个不支持率也暴增到了54% 每日新闻报导岸田文雄在10号公布的内阁改组名单 支持度比改组前还要更少 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有68%的受访者是不赞成内阁改组名单 只有19%是赞成的 另外有13%是表示并不关心 另外来关心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亲密盟友 由普丁大脑支撑的俄罗斯学者杜金 在前天的晚上跟女儿一起准备要返家的时候 在最后一刻决定跟女儿分开搭乘不同的车辆 没想到女儿的车竟然突然爆炸起火 导致她当场死亡 目前俄国的官方还没有任何的说明 双手抱头完全不敢置信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密友杜金 看着熊熊大火 不敢相信女儿的车爆炸起火当场身亡 杜金原本要和女儿一同返家 但最后一刻才决定分开搭乘不同车辆 目前尚不清楚杜金是否才是原本暗杀的目标 杜金原本是一名极端民族主义者 与普丁交情匪浅 甚至有普丁大脑的称号 也曾公开支持入侵乌克兰 另一方面欧洲目前正担心 乌克兰爆发核子危机 全欧最大的扎布罗热核电厂 身处战火之中 外界担忧将引发毁灭性核灾 经过乌克兰 土耳其和联合国会谈 普丁退让答应国际原子能总署 派员前往检查 面对胶着情势 美国再次军援乌克兰 金额高达7.75亿美元 这次开战后第19次原物 累计总额已经超过100亿美元 而值得关注的是 包括英法德在内的欧洲六大国 整个7月都未提供乌克兰任何援助 似乎只是美国对战争抱持兴趣 拜登多次呼吁把俄罗斯从G团体中出名 但印尼显然没有顺从美国心意 更证实普丁与习近平都将出席 11月巴黎岛峰会 拜登势必无法避免与两人交锋 华府智库指出 届时拜登能展现多少强硬态度 将是重要关键 记者蔡清晨报导 现在香港接获了跨国求职诈骗案 而且还在持续增加 已经接获了36人的求助 目前还有22个人是被禁锢于柬埔寨 或者是在缅甸 香港警方就说 其中有13人已经取得了联络 9个人是还没能联络 港警已经拘捕了5名香港人 涉及求职 以及透过建立恋人的关系来行骗一案 好 当然呢 因为除了在台湾之外呢 香港出现陆陆续续 也有这样子的求职拐骗的案件 而且呢 人还是直接被了人蛇集团给控制 那么香港警方呢 在昨天也宣布破获了一个当地 5人拐卖的集团 也对于遭到拘禁控制行动的港人 来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往往呢 就有些不人道的对待 并不是有很多人呢 是受到一些身体上面的伤害 可能有少少是 可能他想逃走啊 可能被人挂了一两巴 都不奇怪 但是你说是很长期性 很系统性的身体伤害呢 其实呢 暂时未掌握到太多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他们基本上呢 他们的人身安全呢 都不是很大问题 那么根据香港警方的统计 目前有36名的香港民众求助 其中22人还是被囚禁的 有9个人失联 这些人分别被拘禁在柬埔寨 以及缅甸 年龄从19岁到57岁 香港警方呼吁说 对于部分脱离现实的高薪 报酬工作机会 一定要小心防范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 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 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